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爺,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帝友夢魘及時間的支配者喔 那這邊帶大家用龍黑金來通關,這隊也是我在官方直播上示範的那一隊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有打在畫面上了,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是邊打邊將界囉 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先不手銷火,偷一個回合術 其實也打不到他啦,就算你全力轉的話 好,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就大力轉,不要手銷到火珠 好,那這一回合如果有帶走就直接帶,啊如果沒帶走沒關係,就是再多花一回合就可以了齁 敵人也還打不死你,所以不用擔心 OK 好,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開龍黑的忌惡 然後我們開忌1點暗 好,然後這邊我們去轉到7組屬性豬喔 好,龍黑金的這個開招下去其實數量都是有那個保底的 所以要轉到7組屬性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才對齁 好 好,這一回合我沒有消到1組5顆 但是龍黑技衣有自身界王,所以 沒事齁 好,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就開滑溪,然後我們點暗加場上最多的 現在最多的應該是火吧 好,然後我們開毒龍的技衣,如果有跳就開啦 好,如果沒跳我們就是二血再開毒龍的技衣,這樣也可以齁 好,那這邊我們就是直接去轉那個7組屬性 好,那記好你剛剛點的,我剛剛點的是火跟暗嘛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把火跟暗大幅度的切開來增加他的那個C數 好 好,這邊一樣沒有消到1組5顆齁,但是如果傷害夠的話,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OK 好,接著第二關,好,第二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毒龍補下去了 好,如果你剛剛已經有的話,這邊就不用再補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法格恩,然後我們去把兩組按時自轉到位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三喔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我們同時消水跟暗去明控敵人 好,他就有一個控場效果在 好,那控了場之後呢,他打不到你 所以這一回合就沒事 好,那第二回合他就會自己跑走了 我們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喔 好 來,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開龍黑的忌餓,解除休眠 好,來,接著我們開毒龍的忌餓 好,然後我們開光龍使 好,那這邊就大力轉就可以了 OK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第五關這邊的話呢,我們要先偷一個回合 但是注意喔,不要讓毒龍斷掉 因為斷掉的話呢,等一下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就大概轉個3到4C啦 龍竹竹消多一點 好,應該基本上不會斷喔 好,來,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就開龍黑的忌餓 還原碎裂 好,來,接著我們開龍黑的忌餓 然後我們點水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大力轉 手消全部的水珠喔 好 誒,這個版面 好,還不錯 好 好,這邊就帶過去,沒問題 那二血的時候法格恩會剛好跳回來 我們就開法格恩 好,然後我們抓副隊的角色珠 我們大力去轉到7組屬性珠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會習慣去轉到一個那個 對,就是 這個版面 它剛好是81,然後也會消到一組5顆 那隊長記得倍率就不會噴掉喔 你可以稍微參考看看 OK 好,接著來到第六 好,第六這邊的話呢 就手轉送對面離開就可以了 好,這邊 不會死 所以慢慢來就好 好,再一次 OK 好,那個我寫 注意不要讓毒龍斷掉 結果我自己讓它斷掉了 所以我這邊要再補一次毒龍 對不起,這是我的錯 好,那第八關 呃,第七關啦 它自己就會死掉 因為第七關是極碎龍科 那龍黑金的隊伍技 你只要遇到極碎龍科 它就會自己死掉 好,那這邊的話 我把毒龍稍微再補回來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等它對面打過來 好,我們就不要停在黑洞地 好,然後要打過來的時候 欸,現在還沒喔 要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開龍黑的忌餓 好 好,不要再讓毒龍斷掉 我剛剛有點轉得太隨性了 好,那對面要打過來了 我們就開龍黑的忌餓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大力轉 好,也不是大力轉啦 就是不要讓毒龍斷掉就對了 現在毒龍斷掉會怕了 好,那打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龍黑的忌憶 然後我們點按 好,那這邊就可以大力轉啦 好,然後那個官方直播上說的 可以無視黑洞地 那時候我們有幫大家示範到有點可惜 我現在來稍微示範一下下 就是故意停在黑洞地裡面 是可以無視的喔 我這邊真的故意停在黑洞地裡面 但是龍黑金是有無視的 所以不用怕 好,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龍黑的忌憶 然後我們點新珠 好,然後我們開法格恩 好,那一樣 板面我們就是轉那個8C滿版喔 這邊是轉8C,不是轉... 美國 好,不好笑 好,這邊把8C轉到就可以了 好,來,這邊就... 五鼠射白白 好,直接射穿五鼠級 好,接著第九 好,第九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偷一個回合 啊,不要讓毒龍斷掉 好,接著第二回合呢 我們就開光龍使 然後我們就轉光加星加起來等於5C 好,這個版面你要稍微去看好 因為如果... 對,你看像現在就是一個小尷尬的情況產生了 這樣 好,5C,OK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王1 好,那王1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龍刻之力喔 好,然後我們開法格恩 轉數字23 好,那數字23就是最左下這個 拉到最右邊往上 好,這樣就數字23了 OK 好,來,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滑溪 然後我們就點兩次暗 好,那這邊也記得消到木跟光喔 不然如果木跟光沒有辦法發動攻擊的話 那就會少掉那個追打 這個30暗擊盾 可能就會變得很麻煩喔 這個要稍微留意 好,來,接著第二回合呢 我們就開龍刻之力 好,那龍刻之力這邊我們就送他就好 一樣,毒龍不要斷掉喔 好 好,因為龍刻之力啊 只有隊長會打 所以這一回合我們不能開滑溪 開了會爆炸喔 好,來,接著第三回合 我們就是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 開滑溪點,按按 然後我們一樣記得消到那個木跟光 好,就跟第一回合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喔 好,那這樣30下按就正式打完喔 好,那第四回合呢 我們就可以開上法格恩了 好,法格恩開了之後呢 就是轉10C的滿版 好,這一次不用轉8C了 我們就直接轉滿版 好,10C OK 8C也是滿版啦 只是這邊是轉10C滿版 OK,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來,接著最後一條血 這邊我們就開龍黑的飢餓 然後我們開飢餓點,按 好,然後這邊可以補毒龍的飢餓 如果你怕死的話 怕說你不小心沒轉到 你可以把毒龍飢餓再補一下 這樣他打你就不會死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去手銷全部的水火木珠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OK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龍黑經過這個夢魘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